自撞火烧车,三人呈焦尸 桃园县昨晚发生一起自撞车祸,造成火烧车,样成三十惨剧 警方调查,出示了这辆丰田Artist 昨晚八点多,行进中立市中峰北路时 因天雨路滑,车速太快 撞上路中快慢车道分隔不然后 左前轮爆胎,打痕在慢车道上 车辆随即起口燃烧 身上三人已因撞击力强,被震荤卡在变形车体内 惨遭大火,活活烧死 目击则表示,当时听到巨大撞击声 出来一看,出示的小轿车引擎已冒出黑烟 他用了两句灭火器也灭不了火 还对着车内喊,赶快离开车子 但火势延烧太快,消防队赶到时 抢救已来不及 警方初步了解,出示轿车可能是 没有营业驾照的白牌计程车 经常往返中立到桃园高铁车站载客 正漏夜调查事故原因和三民使者身份 动新闻桃园报导 律经商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